大家好,我是珍妮 圣诞节我们少不了甜点 这一款抹茶提拉米苏 主要是分三个步骤 只要掌握了 就能在十分钟之内轻松的做出来 我们先来看一下材料 抹茶粉 做提拉米苏最重要的材料 马斯卡盆乃酪 香草精 如果没有可以不放 魁北克产的威士忌 带有甜甜的蜂糖味道 如果没有可以不放 手指饼干 35%的重奶油 我用圆糖代替白糖 它也叫粗糖 有温和的焦糖味 和提拉米苏这道甜品非常搭配 以上大部分的材料 都可以在IGA等西燕超市买到 第一步准备抹茶 抹茶粉过筛 加进圆糖 加进70-80度的热水 用茶馅搅拌均匀 用茶馅搅拌均匀 如果没有茶馅的话可以用勺子 加进威士忌 放到一边晾凉才可以用 第二步 打发马斯卡本奶酪和重奶油 加进2汤匙的重奶油 主要是方便打发 开中低档 打30秒左右 让它变顺滑就可以了 接下来打发35%的重奶油 加进香草精 70克的糖 这个甜度做出来刚刚好 开始的时候用低档打发 当看到奶油开始凌固的时候 就改为中档 大概打了4-5分钟 纹路越来越多 拉起来 奶油挺身 就可以了 加进马斯卡本奶酪 一次性加进或者是分次加进 都会影响最终的效果 用切拌的手法搅拌均匀 如果暂时还没有使用 请放进冰箱先冻起来 我们可以用蛋糕模具和玻璃容器 来制作提拉米苏 用蛋糕模具稍微麻烦 饼干要切成适合模具的形状 用手指饼干快速的过一下抹茶 动作要快 姿势要帅 动作慢了 饼干会变得很远 第一层饼干铺好了 就可以加进来洛苦 稍稍震一下 第二层也是同样的操作 我把奶油打得比较干 把奶酪糊做得比较稠 主要是方便成型 容易脱模 如果你做的奶酪糊比较稀的话 就要加进吉利丁粉才能成型 但如果你用的是玻璃容器 不需要脱模 那就不需要吉利丁粉 最后盖上盖子 放进冰箱 冷藏4个小时以上 用玻璃容器就方便多了 手指饼干的尺寸也是刚刚好 要是你是我的邻居 这一盒就送给你了 因为不需要脱模 冷藏1个小时以上就可以了 抹茶粉 抹茶粉在接触到来落后 颜色就会变深 建议吃的时候才撒上 它不影响口感 但会影响外向 估计大家在圣诞期间都很忙 这款抹茶迪拉米苏 可以提前一碗准备好 它的高颜值好味道 相信能让你的家人对你赞不绝口 祝大家圣诞节快乐 身体健康 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 请给个赞吧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